他这个旅程当中你要跟人打交道 就各种各样这个有意思的人 你让我想起我这个当年曾经有过的一些幻想 比如说像上个世纪 就是美国六十年代 美国六十年代很多年轻人 也是那个时候是世界性的一个青年的潮流 就是包括你像那个约翰列农啊 Beatles他们这些人 凯罗亚克 对凯罗亚克在路上 然后就是跑到印度去 找什么新领导师 有些人可能就是上喜马拉雅山 也是穷啊 这年轻人 照咱今天讲你不找工作吗 你不挣钱吗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很多年轻人 就是留着长头发 穿着破牛仔裤 然后也就是开着辆 就是什么哪都响的那个破车 几个男男女女就横穿美国东部 到这个西部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就是输国志嘛 输国志一直到很老了 到现在才稍微安顿下来 他这一辈子的你看观点就是 我不要买房子 我就是也不要挣那么多的钱 我就是就是他在美国 他有变了美国所有的州 但是实际上兜里也没有几分钱 但是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种体验 我觉得我其实也有目的 但我的目的是可能是写作方面的目的 不是那种纯物质性的目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又回到那个潮流吧 比如现在西方最流行的一种 就是年轻人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叫nomad Digital Nomad 电子游幕 电子游幕对 就是说你有了一个 因为现在这种网络很发达了 你不用去公司上班 你不用做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 你接这些散活 你用电脑 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变成了这种电子游幕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完了就全世界的在玩 然后在旅行 然后每天晚上跟他回去以后 干会儿 干会儿活 拿那电脑干会儿活 把那发过去 你说这个人心里是不是都有个游牧民族的灵魂 我的第一个 你觉得人类的基因里 我的电子邮件 我到现在还在用的一个那个电子邮件的名字 就是那个nomad 我很早去注册的 就是我刚刚就你刚刚说那种 你最早那种很不舒服的这个旅行 跟后来那种很就很舒适的 其实你记忆当中更深刻的是哪一个 可能应该是那个不舒服的 是为什么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我更年 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会很喜欢到外面去 我这几年在反思 我为什么喜欢那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那种不舒服 就是说你投入到一个 哪怕你学的是那种语言 你到了那边那个文化 那个语言对你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 其实不是你最舒适的状态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还说第一次看到一个 就看起来那么容易的文字 因为可能去中东或者去伊朗去那些地方就更难一些嘛 你会觉得 我说为什么人会喜欢这种不舒服 后来我有一次看一个人就讲音乐的时候 他讲在日本有一个很就很传奇的那个吉他手 叫那个吴满彻 他写的那些谱子 他说他最在意就是在日本文化当中 有个叫inconvenience 是有意的 有意识的这个不舒服 比如说他故意把那个曲子写的特别难 比如说你弹吉他 他不能用大拇指 他跳不上去的 他写那么难 就逼着这个人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想我怎么能把大拇指给弄上去呢 然后后来的人想改他的谱子 都很难改 到最后他们想上设法 做到了以后回过头来想 他那个谱子写的是最对的最好的 恰恰是由于他给你设置了这种 叫刻意的不舒服 激发起了你这种一种潜能 我能够把我自己的潜力给发挥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刚开始 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 就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是像一个 就像一个卫星的接收器 啪全打开了 就是所有陌生的东西你都张开了 你就可以去接收那些新鲜的这个信息 这时候你自己的那种潜能 可能是发挥到最大 所以他不是那个不舒服让你留恋 而是不舒服激发起你自己的 跟你庸长的生活不一样的潜能 这个东西让你很迷恋 我觉得都会上瘾 对 我也遇到过一个 我问过一个人 就是我们一块在一个很荒的地方 我说你为什么来这 为什么来这么荒的地方 他说这种荒芜啊荒凉 更容易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 反而是这种感觉 他的感官被打开了 大部分美国现代的年轻人 日常的生活呢 没有办法体验这种你讲的那个 那个刻意的不舒服 所以呢他们就花很多钱 到一个沙漠当中去参加一个节 活人节 对 活人节 去之前呢就是 哎呀准备很多超级市场 买很多东西 一帮朋友 到了那个荒漠上呢 要自己盖一个帐篷 没有洗澡 没有WiFi 没有什么都没有 一帮人 这个就是很苦过原始生活 但是是有数万的人 很多参加的人 很多大公司的高层 可能数万的人到那个都蓬头垢面 衣服多少天不换 而且一群人 就是甚至有时候吃生裸体 他们那个洗澡的地方形容是 吃生裸体排队 很多人上去 为了冲一下 还很贵 还很贵 而且他们努力的要做一个 雕塑 每个人做一个艺术品 做完了以后 最后一天点火全部烧掉 什么都不留下来 最后再回大城市 然后说一年工作就有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 可以说美国很有名 年年都有报名 很难加入的 存在于人本能当中的一个冲动 你呢 已经是有点自我选择了 所以你记住了这一段 这个很辛苦 它呢 这个是完全是 可以说是一个境界了 因为现在的人完全不必这样 所以不同的是 我们也经历这个过程 我们是没有选择 因此呢 这段经历 很多人到现在很怀念 怀念到了 有时候忘掉了 自己是没有选择 以为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第一次坐船 一个人跟我 别的人跟我买个船票 说买两张这个五等舱最低的 最后呢 他上了船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样 像他一样花样少年 混进了四等舱 就是 然后用我们两个男的挤一个 一个床铺 对面女生看得不忍心了 就是他们两个挤一挤 让我们两个男的一人睡一个 我毕生都不会忘掉的是 我这这头 后面是一个女人的头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女的什么样 但是他一个晚上的头发搞得我毕生难忘 你明白没有 因为他的头正好在我的头后面 我也不敢看他 这个其实在当时是没有办法 这么一个一个很小的船窗 每一个床位上都睡着两个人 男男女女就混在一起 现在讲起来好像挺浪漫 当时是真是没办法 但是回想起来 又是浪漫 我不知道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种旅行 你知道吗 让我想到 有的时候我也挺想 一下子离开我现在的那个生活 你房子供完了就可以 真的 我跟你讲 有一个导演叫什么 叫赖生川 对吧 赖生川导演 他编了一个剧 他说呢就是曾经在英国发生过一次 这个火车的事故 他说当时好像是在国际先驱论坛报 反正是一个外国报纸上 他后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说有些人那次火车事故啊 就走没有死 但是这个人呢就走了 他的家人就以为 或者单位里的人 以为这个人死了 但是多年之后发现 这个人就是在那可能是爬起来 想了想 就走了 离开这个身份 你知道吗 就是 所以他根据这个 他就编他的那个剧 他就说他这个受到这个 很深刻 新闻这个启发 哎呦我觉得 你想 有的时候 我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啊 看人家开你的追悼会 对吧 不是 你看 你这个是说你还是在 你这个还是在此案的 你这个想法还是此案的 我想的是啊 就是 就是出离 其实就意味着你比如 他就走了 我在说的是一种啊 生活方式 我们都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我也老想这种生活方式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去希腊 我也是想 哎呀 我要就是这么一个旅行者 我在这个地方 哎 就很便宜的价格 不就一张床吗 说实在的 没什么不能忍受的 对 咱们都是苦日子长大 节目往下拍 就说窦文涛不见了 然后呢 我可能每天就到一个小酒馆坐着 那写点东西 或者看一看 就瞎逛逛 然后没钱就找工作 或者就回家 有钱就继续往前走 随时写点这个这个 太奢侈 为什么我们不能过这种生活 就就毛毛骨骨骨骨的 这个就是月亮 你觉得这很奢侈吗 你觉得这很奢侈吗 我觉得挺难的吧 那不是说钱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 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意义吧 我觉得其实意义要明确 如果只是单纯的游荡的话 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受不了 很快就会忘了 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在做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游牧 我倒想就是 其实游牧民族 我在游牧民族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就写这个 写这本书去了很多这个中亚 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嘛 就是我发现游牧民族 他们一方面是在移动 但他们的移动是其实是有 有方向也有目的的 比如从 对 从夏木厂到冬木厂这条路 或者是从冬木厂到夏木厂 虽然他们的 你进他们的毡房里 进他们的帐篷里 会看到他们带的东西很少 他们只带这种 因为要移动 所以他们只留下那种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不会要那些奢侈的 奢侈品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他们只带着最重要的东西移动 而且是有目的性的移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其实是很自由的 比如在那个那个 旷野上在走啊 那是很自由的 但是他不是完全的 毫无目的的移动 我觉得 人不可以毫无目的地漫游过一辈子吗 我也见过吧 或者就是有那种 其实走着走着就会忘了自己为什么走 就是一直走 我干嘛把这个搞这么惨呢 不过因为这个汉族 数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 包括儒家的传统 都是一某三分地 都是一某三分地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人有这个漫游的冲动 人有浪漫的期待 其实也是一种反省 为什么反省 因为我们就是太守着这个 你看 他这个写法 使我想到 因为其实文学类这样的很少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人就是三毛 三毛的东西 没人会像他这样去生活 很多人愿意看他这样生活 你看 他这个读者的这个 这个想望 你说有几个人看了以后 去沙哈拉大沙漠没有 但大家想望 其实是在中国文学里 包括现当代文学里边 这是一个很边缘的 但是也许以后会发展得更好 但很边缘的 但实际上你的每一天 不都是只有浪漫和自由的 还是我觉得 他很有规律的在写作 你要做准备 你要回去 你每天要写多少字 就是一种训练 对吧 其实你的具体的每一天 是什么样子的呢 旅途中 就是白天打开自己吧 去遇见那些 去遇见人 去看那些东西 然后可能有什么 值得记录的 就去写几个关键词 就以便以后 能唤醒自己的记忆吧 就是这样 他是为了经历 对吧 经历是为了可以成书 对 那现在这个新冠了 那你不失业了吗 现在怎么旅行 所以在西藏找了一份工作 做一年记者在西藏 就比如说你的目的 为什么不是找一份大公司的工作 或者说多挣钱 人家还是牛津的呢 北大中文系牛津的 对吧 我估计你也可以本来选择另外的目的 这种目的虽然是为了写书 但是实际上 一定是你喜欢这样度过你的时间 对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还是有意吧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我这些年在国外这种走吧 其实发现很多的中国人 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 哪怕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 非洲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雅蒂斯 雅白巴转机 遇到一个中国人 完全不会说外语 然后他要跟那转机去这个 布基纳法索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地方 那有金矿 他去那打工 听都没听过 对 就是西非的一个全是反正就是 很乱的 去那打工 去那的金矿打工 这种它是完全个人的行为 还是有 可能有中国有公司 有中国人在那 有老板在那去挖金矿 中国老板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去弄这个转机手续 因为他不会说外语 然后我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现 比如说在咸海边也发现有中国人 在哪也发现有中国人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大量的这种中国的生意人也好 他凭借着对 不管是对财富的渴望也好 还是对什么的渴望也好 他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方都有 包括刚才他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南美 那个瑞拉 对 瑞拉那种地方 没电的村子里都有中国人开超市 对 然后我就觉得中国作家 好像他们的笔触没有涉及到那一块 对 这就是我讲的 就是我觉得 有大量的这种世界的经验吧 没有经过中文的去表达过 我觉得 这是让我觉得自己想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 对 就是他们这些人 其实很多中国人已经离散到世界各地了 但是这他们这些人的 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那个地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其实没有人 你面对比如说各个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的时候 你能意识到 就比如说中国人和他们在性格 为人处世 这方面是不是有不同 还是说人本质上都差不多 本质上东西是共通的 但是中国的文化是 我觉得是尤其是那些在国外 他们是不管闲事 这是特别的明显的一点 不管当地的各种事情 他得多爱种菜 养小鸡 自己自足 然后他这种性格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呢 这种也是特有的中国这种文化造成的 他能做这摊生意 不过也是有交流 非常有意思 我有一次在伊拉克福岛 就一个中国人 他们也不管人家的事 但他会跟我讲 对面那间铺子 卖那个肥拉肥拉 就是那个油炸丸子 特别好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这件事情他很在意 那个油是天天换的 徐老师为什么觉得 他说这个很有意思 中国从来是 现在讲的很大的观点 就文明国家 从来一个天下观 从来就是觉得 你遵守我这套天下观念的人 我们就当你是朋友 但是中国不大去改造那些外面的 包括那些地方 相比之下 英国人 法国人 当他们的帝国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 就是所谓帝国视野 他们到任何的地方 当一个法国人 一个英国人 他们到非洲 或者是到新疆的时候 他背负着整个欧洲文化的 优越感跟眼光 对不对 他有时候一个人就发觉 你一个某一个文明现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他们是强盗 中国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 跑到你这里来 开拓你们 中国人不来教你们 我赚钱就行了 所以这个表面上是很小的事情 但实际上是一个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中国出现成为一个大国 将来变成世界第一 而且加上这么大的人口 就是说这个人口的外移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跟以前的殖民主义的那一次高潮 会很不一样 会很不一样 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他去什么地方 他都带着他的那套价值观 对不对 你喝可乐了 你进步了 你进步 中国人没这个 没这个 我看到过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世界观的匮乏 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如何能建立起一套你的 你看世界的观念 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抵达 你要了解地理观念是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斯坦 就是一个空的 一个地图上的观念 而是真的你走过去 知道这是在高原 还是在平原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建立起他们的地理观念以后 你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对它是平视的 不会再用一种 或高或低的 不准确的观念来看它 因为你就知道 它所有的任何的生活方式也好 价值观也好 都是由于它的地理人文 所决定的 这个在旅行途中啊 就是有危险 或者说害怕 因为你完全是一个人 我唯一一次 我觉得有点害怕吧 是在这个吉尔吉斯的天山 因为我在往那深处走嘛 然后就赶上那个冰雹 暴风雨 然后当时环视四周的时候 是发现第一次 就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发现 就是周围的环境 是完全没有人为留下的痕迹 就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就因为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 不管我们再去多荒的地方吧 比如365度转一圈 你总能发现可能远处 有一个电线杆 或者这个路 哪怕没有路 但有车压过的痕迹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人 有被文明改造过的 但在那个吉尔吉斯天山 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365度 完全没有文明留下的痕迹 那一瞬间 将然有暴风雨来 就是感觉还是比较恐怖吧 比较害怕 然后我就往回走 然后往回走 就走着走着看到 有那个吉尔吉斯的这个两个牧民 骑着马 在赶着自己的马群转场 然后我就冲他们大声的这个喊 但是那个声音瞬间 就被那个风雨给卷走了 然后但是好在他们就是 在那个放牧的话 眼睛都很好 看到我就是这么挥手 就骑着马就过来找我 然后还带着 带着两个那个牧羊犬 那牧羊犬就在那个马周围 马蹄的周围奔跑 然后那个马喷着那个 那个那个拖沫星 怎么因为跑过来呢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 带到那个马上 骑回他们那个绽放 不然的话可能就那次就比较危险 我觉得旅行可能 这种时空的转换吧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每分每一秒都 都会比日常生活中的那种 一个固定的状态 要更清醒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旅行另外一点 就是其实你 它为什么有意思 其实你能改变身份 就像你说的不用 其实不用 那个出了一个车祸 然后你就消失了 嗯 呃 其实旅行也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模拟吧 就因为你在这种异国他乡 没人知道你是谁 可能你在国内是明星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异国他乡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然后你可以不当明星 你可以变一个身份 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改变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也可以装的比你日常中更有钱 或者是更贫穷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多种状态的一种细访吧 就是这种旅行的这种状态 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对 这种自由感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匮乏的 就我们都被这种社会的这种各个东西所约束 你就要做你自己 或者你就要做这个公众形象中的你这个人 但是在一个异国他乡 你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这种状态和身份 这就是他书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到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认识你 然后他努力尝试去理解他遇见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 徐老师 为什么跟我们这老邦菜好像有点久违了呢 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这种少年的这种梦的 但是这个你刚才讲那个身份的变换呢 那就是像他这种背包 怎么来说背包客或者单身走比较容易 否则的话你是跟家人一起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团的话 你这个身份还是在 你跑东跑西还是这个身份 你那个车上都认识你 所以你始终是这个身份 有些事情碰到两个俄罗斯女孩子 你还是没什么戏场 对不对 他说对了 就是这个人呢 最要的是什么 这还是那个永恒的问题 自由 对了 现在说财务自由都是自由 这个自由啊 好像是一个人本能当中永恒的追求 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下 你的不自由也可以说是你的这个生活的基础 对吧 你要有身份 你要有身份证 你住在哪 你做着什么工作 你是谁 完全是这样吗 有时候你可能内心深处想 我不是那样行不行 那不行 你就是 人就是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综合嘛 可是只有在一个时候 比如说你一个人到了帕米尔高原上 甚至周围连文明的痕迹都没有 或者是撒哈拉沙漠 就像我们去西北 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 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所有社会关系得到了一个暂时的解除 那么这个时候你回到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定位 感觉到一种自己什么也是 什么也不是 所以自由和 这个自由和孤独是在一起的 独立和孤独在一起 所以那么难 敢不敢要这个自由 是不是 它一定是你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自由就是要和 所谓的你挣脱了所有的关系的 独立和孤独是在一起 对 我觉得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区分旅行跟旅游 我觉得旅游也很好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旅游 跟着家人 跟着朋友一起 但在那个过程中 你就是一个 你们在那儿还是聊着母语 还是在说着家里那些事 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 所以当地人也不会跟你们 发生过多的接触 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好 因为人也需要放松 去需要 但是可能旅行可能就是 更多的是一个人 然后那种孤独的状态 激发你去体验 去接触当地 对 而且我 传统儒家讲人的意义就是人 人意道德的人 人意道德的人就是两个人 你看一个单人变两个人 就是你的什么价值 你的意义都是建立在 你跟别人的定义上 你是儿子 你是丈夫 你是朋友 你是爸爸 等等等等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 叫求人得人 是 但是这种体验 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完全一个人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叫什么 移情啊 代入啊 我就老在想 你比如说这个玄奘 唐僧 他要是一个人 但是咱不知道 他可能身边还是跟着孙悟空 对吧 就是 一个人 但是他一定有过在漫长的旅途当中 一个人独对天地 哦对 他是一个人 周围几个都是鬼怪 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好人多 在陌生 都是陌生的旅途上 可能大部分都好人多 或者是本身他想 他是个坏人 他想算计你的时候 然后你去表现出 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发现 他是比如想坑我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就还是跟他 他故意跟他成兄道弟啊 然后故意跟他表示友谊啊 他反而就不好意思再坑你了之后 就这种也挺多的 人帮人也是很本能的 陌生人的善意 对陌生人的善意 其实旅行中很重要的吧 就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包括对中亚的这些 这几个斯坦 你看了这么一圈之后 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其实去这个地方的一个目的吧 就是观察苏联解体以后 30年的这种变化吧 对当地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 其实有很多 就中国跟这些国家 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就远古的历史就不说 唐代或者那些时候就不说了 哪怕是近代 就是苏联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很像的生活方式啊 然后意识形态啊 只是到了这个90年代 苏联91年苏联解体以后 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发展到 现在这种程度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在十字路口选择的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 本来也可能失落 或者也可能变成卫星 但是这种感觉 是让我想去观察 这个30年对当地的一些影响变化 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在全球化中 是得到了什么 还是没得到 还是失去了什么 对 你对他们这些 这几个国家的未来 有什么估计 我觉得就是像我书名写的 这种卫星的状态 因为我发现他们自古以来吧 都是受这种周围大的文明 或者是力量的影响 不管是当年的蒙古 博斯 后来的这个苏联 中国 他们总是 或者美国 美国现在比如撤出 阿富汗了之前20年 在中亚有很大的存在 就是他们总是被这种 周围的力量所牵扯吧 所以是卫星 卫星是要围绕着一个行星在转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他们会 如果说比如说一带一路 比如说我在中亚看到很多这种中国的基建 修的路 很多那种修的好的路 一走到上面就知道是中国 因为那个感觉跟走在中国高速公路上一样的 然后一问果然就是中国修的 就那种一下一下那种 就有一段那个厘青 然后中间有一条缝 然后就那个耕当一下 就那个感觉 完全就是在中国走高速的那种感觉 看出中国之路来了吗 中国修的路 就是高质量的公路 接下来一段时间 这个内地的读者 对这个地区会更加关注 尤其是阿富汗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还是他独自在旅途上的这种内心感受 你的结果呢 是为了写这么一本书 但是你这本书呢 就唤起了我觉得 人到底应该怎么过这一辈子的很多感受 有那样一些瞬间 这辈子没白活 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呢 我们只能暂时性的离开一下 就是脱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当你脱离了所有的身份的时候 你一个人独对完全的陌生 那就像是一个宇航员失踪在宇宙当中 我觉得这种感觉人应该有 一辈子应该有 我觉得会有吧 为什么我觉得 比如你刚才跟徐老师说 你们虽然也有那样的向往 也有过那样的向往 但没有选择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机会太多了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给你提供的机会 其实 我觉得很自然你会被这些机会所带走吧 但是现在就是也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是它会变得更加的怎么说呢 多元 然后你的选择也可以更加多元 不一定飞往一条路上 就同样的这种道路 大家都选择同样的道路 可能现在这种发展也变得更加多元 多元里边最少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像文涛刚才讲的 你每一步大部分走的是有目的的 但是有时候会飘出来 停留在一种好像无功利无目的的状态 很陶醉的 还有一种是 每一步都走得很有目的的 但回头一想 整个人生是没有无敌的 一大步的状态